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玲玲 兩岸大事國際的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在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來歡迎到嘉賓來參與討論 首先我們來介紹第一位嘉賓 前資深外交官 傑文旗介大使 伊玲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以及我們的前成功級艦長 黃征輝 黃艦長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時事評論員王上志 上志哥 伊玲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要跟大家來討論 這50年的石油美元協議 現在沙國不完了嗎 這半世紀的石油美元 為什麼走向終結 我們帶您來看到 在1974年的6月8號 當時是美國國務卿 暨星級在美國與沙國副總理 建立的油原體制 牢牢穩固了美國主權 象徵美元在中東的存量 以及在全球的地位 而美國只要提供軍事安全 還有經濟發展援助 那我們再來看到的就是商業社群 based community分析說石油美元一旦取消的話 這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貨幣 甚至是虛擬貨幣 好 我們首先要請這些大使報名研判了 您覺得說沙國放棄石油美元會不會引發骨牌效應 讓這個OPEC石油輸出國紛紛跟進呢 一定會有骨牌效應 因為沙國它本身就是帶頭的 它在OPEC裡面它就有領導地位 而且它傳統上對於這個阿聯酋啊 還有一些海灣地區的國家啊 它就有這種極高的影響力 那另外一方它是在這個遜尼派的這個龍頭大國 所以遜尼派我想這個也有一些這個產石油的國家 也會受到影響 對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改變這個 這個起碼是這個國際石油交易秩序的 一個啊 一個怎麼樣 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捩點 那除此之外我想對於美元的這個啊 漸漸走下神壇 也就是美元的霸權地位啊 我想這個重要的一級 這個算是很重要的一級 所以不只是就是說石油輸出國家會有臉帶效應 我想大家紛紛放棄使用美元啊 而使用本幣或其他的交易機制 呃來做貿易 這個我想的啊 這一場這個啊 長期的一個競賽啊 已經正式開打了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呃 所謂的里程碑的動作 好 不過我們今天要進一步來探討 這石油美元的地位衰落 是不是代表說石油人民幣的興起 我們要進一步來分析 這時需要拉到2023年11月 當時大陸和沙國央行突然宣布說 雙方達成500億人民幣 相當於沙國貨幣260億比亞二 那大約是70億美元規模的本國貨幣互惠協議 但是讓人更吃驚的是說 這個協議但數是有效期是三年雙方同意可以延長 好 我們今天要探討就是說 這個協議呢 未來人民幣在沙國的金融貿易還有投資都會逐步的擴大嘛 好 上次跟我們想請教你 大陸央行到底是怎麼樣做到說讓沙國可以點頭來 棄美元擁抱人民幣 我想中國大陸跟沙烏地阿拉伯本身呢 透過石油交易不只是美元轉換成人民幣這件事情 它其實不只是央行啦 它整是國家級的這個總體的規劃 規劃的戰略 怎麼說呢 而且這也不是說我們就換成人民幣這麼簡單 它有非常長期的鋪陳 這當中包括我舉個例子 它包括你如何把沙烏地阿拉伯本身的 他們的貨幣跟人民幣之間的結算 所以這裡頭也包括這些年來 中國大陸一直在推動有關人民幣結算 這整體的機制 它背後還有很多城市 還有很多時期操作 央行是最大的核心 它必須要鋪陳這種貨幣交換 除了美元化之外的這個關鍵的環節 而且這個環節裡頭還包括跟其他貨幣的轉換 所以我們要講說這整體來說 這對雙方來說都是一個大的戰略 那麼都在推進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本身對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勢力興起 石油作為最主要的部分的力量 當然跟美元跟美國綁在一起 就歷史來看 這個是不得沒有辦法抗拒的進程 可是呢 沙烏地阿拉伯也有一個它自己的覺醒 因為畢竟我們回頭看 在這十多年或二十年的當中 美國慢慢變成 不再那麼從沙烏地阿拉伯進口原油了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有業油鹽 而業油鹽本身的市場的這個部分 美國自己供應自己 甚至還可以賣給其他的國家 跟沙烏地阿拉伯來競爭 可以說這特別是這十年的大的變化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看到的 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明面上 是一個去美元 能源交易跟美元當中的 開始改變了 但實際上被油很大意義 也包括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國家的自我覺醒 現實面來說 人家美國都不再買米油的時候 我為什麼要跟美元捆綁 而這個捆綁要掙脫的過程裡頭 它必須要有一個替代性的 它不見得是日元 它也不見得是俄羅斯的盧布 所以人民幣其實對它來說 其實應該算是一個出出嘗試的選擇 那我們來看說它也不是 目前看起來不是一個全然擁抱人民幣 那它只是去美元 因此可以看到到他們簽訂的有效期間三年 同意可以再延續 也就是說沙烏地阿拉伯還是在尽可能保有 他們在透過能源交易這個部分的自主權 那麼現在除了美元之外 人民幣是因為中國政府總體來說更積極 而且話說如果這十幾二十年來 中國大陸的經濟沒有發展 人民幣現在沒有強勢 人民幣現在的轉換當中 沒有那麼國際性的普遍性 在很多國家的包括他們的貨幣 這個儲備當中也開始配置人民幣 如果人民幣沒有到這樣子的階段的話 沙烏地會怎麼要跟人民幣解算 因此也就是說這方方面面來講 我們現在看起來是一個決定 但是為了達成這個決定 沙烏地阿拉伯也好 中國也好 鋪陳這件事情 那麼包括剛剛基拉斯所提到的 還有很多的外交各方面大家 還有包括我們都知道新農園 各方面的中國大陸引入到沙烏地阿拉伯 來開始去接受 這是美國沒辦法提供的 而且這幾里頭還有很多的 包括軍事方面的拉鋸戰 你說要完全罷免去掉 可不可以不可能 你只是開始至少沒有被美元 跟美國跟整體的捆綁住 到這個階段我們來看的話 但是這終究是能源不見得 全部要跟美元交易的 可以說是第一槍第一級 那麼這是第一槍第一級 當然對全世界有戰略意義 美國不是不知道 美國在這些年來 其實你說要維護也不維護也可以 但是你看到美國為什麼沒有那麼積極 非要留住跟美元這一塊 那麼積極強烈 當然主要就剛剛講 美國自己現在有那麼多石油了 也都在賣石油了 它其實也不是那麼非要 沙烈的阿國不可能 剛剛上次哥提到這是第一集 大家想知道說 因為美沙關係現在面臨到 真的是半個世紀以來重大的挑戰 不過大家也說 這真的是表面上的 關於鈔票跟石油這樣子的關係而已 或許沒有這麼單純 我們透過圖卡丹林來看到 歐亞時報披露了 說白宮很可能做出重大的讓步 就是要點頭出售給沙國這個F35 閃電2 Lightning隱形戰機 那原本這個軍售最大的關卡 就是美國跟以色列之間 其實有一項長期的協議規定 就是美國出售以色列的武器性能 要賣給比其他鄰國的武器來的優越 但是美方也很擔心說 現在中國不斷在波灣擴大了影響力 所以沙國可能真的可以得到 這個F35閃電2的隱形戰機 好我們想請教艦長啦 如果真的成型的話 如果沙國真的買到 他可以增加多少的這個滯空戰力 還有話語權 我認為沙國不是為了要買F35 因為有一個數字 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 美國以前一年大概生產F35 100架 那後來因為買的人很多 他一直在增加他的產量 他2023是156架 這是他有史以來最多的 他現在欠多少架你知道嗎 2400架 單單是美國本身就欠850架 所以他欠了很多 我們算150架一年好了 2000多架 他將近十幾二十年他都照不完 換言之就算我今天同意賣給你 我買得到他要排到什麼時候去 他要排到很後面 那你說我很重要 哪個人不重要啊 韓國重不重要 日本重不重要 每個人都比你重要 所以他這個東西 我不覺得他是為了想要能夠去買到F35 也買不到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美國最近大概二三十年所有的軍武發展 所有的 看起來只有F35成功了 其餘通通都是半途而飛 就是好比說海狼艦我要造29艘 他就只造了三艘 蘇瓦特原來造32艘的 最後也只造了三艘 滨海戰鬥艦是徹底的失敗 只有F35不錯 但是F35剛出來的時候大家才去買 用到今天 他們發覺其實這個飛機有很大的問題 前一陣子美國的國會寫了一個研究報告 九十一頁啊 你剛剛滿目啊 說他有多少的問題 中間我舉一個數字給你聽 你就會知道 他們拿那個F15跟F35這種戰機去比較 第一個我先不要說籌備成本 他說各維持一個連隊的 終身的他服役成本 F35貴430億美金 就是你要維修他很貴 他每次飛完有一大堆複雜的東西 要去那裡弄 你說光維修就430億 比他多 他不是他430億 他比F15多出了430億的這個維持費 你就知道他有多麼的貴 他這麼貴的 因為為什麼 他每一次完畢 他有一大堆東西要拆下來 要重新保養 要重新錄回去 隔一段時間要換這個東西 換那個東西 所以最後 他的扶勤率 F35扶勤率很低 低到怎麼樣呢 F15 100架 跟F35 250架的扶勤率是一樣的 隨著他的問題越來越來越 像現在他有一百多架是堆在 落馬的那個停機坪那裡 送不出去的 為什麼 因為他最近發覺他的戰鬥軟體不行 所以他重新測試 測試一直沒過 一直沒過就一直沒交 所以他們前一陣子才在講 他那個飛機場已經停了滿滿的飛機 再下去怎麼辦 因為你不過就是不過 F35的問題很多 我現在在說 美國的最近二三十年 所有的大型軍事的 通通是半途而飛 通通是失敗的 他們只有兩樣東西是 真的是很厲害 航母跟核動力潛艦 但是核動力潛艦都是四五十年 一直就這麼厲害 現在的美國軍隊在花他們過去 老前輩所墊下的本 一直在花就是航母 跟核潛艦 F35基本上 我告訴你 中間有一天大家會覺得 這個飛機可能根本就是很有問題的一個飛機 其餘通通是失敗 美軍已經慢慢在落後 江河日下了 還有一個東西是美國 稱霸全世界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美元 美元剛剛都有說過 現在開的第一槍是沙烏地阿拉伯對不對 錯了 是第二槍 第一槍是上個幾天前 莫斯科交易所規定 從七月開始絕對禁止美元跟歐元 當時我還在覺得說 哇他怎麼敢這樣做 因為你不去用它 你本身的幣值會很危險 因為我不相信你的幣值啊 那他相信是美元啊 他的幣值會風險 我今天這樣一看我才發覺 其實全世界去美元化是一個趨勢 他們可能在後台通通講好了 我們一道動作 包含美國前商務部長說 東協十國金磚印度馬來西亞巴西 全在提出去美元化 兩大武器 第一個軍事已經輸了 第二個 去美元化還很漫長 什麼時候會成功不知道 但是接著你看著都開始一步一步在做 是謝謝建長 不過如果真的沙國沒有要買這個F35的話 那一紙安保協議可不可以呢 我們來看到這是華爾街日報的報導了 美國和沙烏地阿拉伯 接近敲定共同防禦條約 那華府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中東專家米勒他進行分金衝突卡上可以看到 這條約裡頭最大的重點在於說 美國將承諾在沙國遭到攻擊協防的時候 沙國要對美國開放領空跟領土 來維護美國還有夥伴的利益 那條約也禁止中國大陸在沙國境內設置這個軍事基地 這個美沙共同防禦條約是想要複製美日的安保條約 不過我們要請接大使幫我們談了 這個美日安保條約是在二戰的架構下 那現在美沙之間它有這個基礎嗎 當然這個訊息是媒體傳出來的 都是說引述美沙的官員提出來 最近一次是彭博社 不過這個報導它有兩個前提很奇怪 這兩個前提看起來兩邊都很難跨越 就是說沙烏地亞巴布的條件是什麼 沙烏地亞巴布的條件就是說 你要讓承認兩國論 也就是讓巴勒斯坦獨立建國 要美國去促成 而且不是短暫的 而且是一個長久的安排 這是說沙國願意跟美國簽這個 所謂共同防禦條約的前提 那美國也有一個前提 也就是說美國說你必須要跟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要不然還有一個美國還有一個國內 就是說批准條約的程序的時候 這一類的所謂的同盟條約 在美國的這個法律規定 必須要得到三分之二參院的同意 表決同意 這個條約才會被批准 批准以後才能生效 那不批准的話 其實兩個行政部門 兩國行政部門簽了以後 沒有批准的話 一國的國會不批准了 這個條約也沒辦法生效 所以白簽 所以這兩個門檻看起來 前提看起來 都不是那麼容易達成的 那為什麼說這個條約 好像很快就要簽署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傳聞出來 《華爾街日報》 它這個報導有點矛盾 不過就是說真正來說的話 我覺得這個條約如果簽的話 如果沒有前提的話 我覺得是符合這兩個國家的共同利益 有兩個國家個別的利益 對沙烏地來講的話 這個國家基本上它不會 它現在跟伊朗也已經怎麼叫 也已經和解了嘛 那麼以色列的關係也沒有那麼差 所以在區域裡面會去攻擊它 會去顛覆它的國家 事實上不多 那你知道世界上 唯一會去管別人家裡的事的國家 就是美國 如果它跟美國簽這麼一個協防條約 就說我倒在你美國這邊的話 那起碼能夠讓沙烏國感覺就是說 美國不會來 就因為我是一個中古時代的 我的政體是一個中古時代的 神權專制統治政體 美國什麼時候願意跟這種國家做朋友 而不把它的政權修理一頓 對不對 所以過去因為就是說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同意 所以你保障我的安全 其實蠻諷刺的 你保障我的安全其實有點說 你不要來搞我 就是讓我安全 就是安全 另外一方面我以後私有就通通用美元 但是交換一個利益 這個因為美國世界霸權 那現在我覺得這個利益 對沙烏地阿拉伯應該還是存在的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的政體沒有改 他還是一個神權專制君主制 這是屬於中世紀的 世界上這種政體不多 那美國人常常會覺得 這個國家的國內體制看不太順眼 他就會出手的 他不會說批評兩句就算了 他把你政府都顛覆掉 這個熟悉一下過去 美國稱霸以來的歷史 這個一點不足為奇 所以我覺得 沙烏地為了自己安全 就跟他老王當時1973年 跟美國簽那個協議的時候 他是考量就說 你美國不要來找我麻煩 那這個條約我覺得 今天如果要缺的 對沙烏地阿拉伯還是蠻重要的 不過也很奇怪 雖然他們當時有這個 有這個防衛協定 可是19 差不多五六年前 有一個沙烏地阿拉伯疑的美籍的記者 叫哈少吉 在這個土耳其的沙烏地阿拉伯大使館 突然神秘失蹤 有人說是 被沙烏地阿拉伯特工人員 把他當場肢解了 那 川普沒有追究 川普事實上他對這個案子 他是保持一個什麼樣 距離也不至一尺 那可是呢 美國主張人權的這些團體 通通在叫 那川普那個當總統 可是拜登的時候就不一樣了 拜登說他上任要把這個 要把這個賤民國家 要好好修理一下 指的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美國跟沙烏地阿拉伯 這個關係絕對建立在怎麼樣 恐怖平衡上面 雙方有需要 雙方也互相需要一個安排 來防止對方對彼此不利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 中文字幕提供